当地时间27号 在荷兰出生的大熊猫范兴 启程返回中国 数百名荷兰民众 来到欢迎欢送仪式的现场 和范兴告别 当天上午 欧维汉兹动物园 为范兴举办隆重的欢送仪式 舞龙舞狮表演过后 大屏幕上展示着 范兴在动物园快乐生活的画面 来自中国驻荷兰大使馆 荷兰外交部 和雷嫩市政府的嘉宾分别致词 表达对范兴的喜爱和惜别之情 送别人群汇聚到 熊猫馆前的小广场上 为范兴送上美好祝愿 仪式最后 运载范兴的卡车 在安保车辆护送下 穿过人群前往机场 踏上回国旅途 范兴出生于2020年 她的父母星雅和五文 2017年4月抵达荷兰 在欧维汉兹动物园安家 为迎接中国大熊猫的到来 欧维汉兹动物园 赤兹建起中式风格的熊猫馆 范兴的名字 分别取自她的父亲星雅 和荷兰画家范高 兴字也寓意范高的名作星空 分别取自她的父亲 分别取自她的父亲